大家好,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如今天大家所看到的 今天我們來出外景 那今年露營算是大家一個非常守重要的選擇 因為疫情的關係,我們沒辦法出國嘛對不對 在營區現在,大家的裝備都非常的厲害嘛對不對 有些頭燈超強,有些帳超強 但是我們咖啡千萬不能輸人 所以今天學長帶了幾個設備 同時跟大家講 我們露營可以用什麼樣的設備 同時用什麼的手法來沖煮呢 你可以一口氣到位讓你成為營區裡面最好喝的一杯咖啡 ok 好,那我們先從器材開始講 那我今天帶的手衝壺呢,是老燕妮的手衝壺 那一般來說呢,我會建議大家 手衝壺有些人會覺得說 我可能要買比較小的比較方便攜帶 但是我是建議 買這種700到1000cc的手衝壺 同時可以在露營的期間有其他的功能 就是你不用帶兩把壺啦 如果你要帶一個熱水壺,要帶一個手衝壺的話呢 空間上面反而更佔空間 所以布爐就是一把 可以直火加熱的手衝壺 那可以直火加熱手衝壺呢 就是不能用髮廊的啊 就是要用 不鏽鋼或是像老燕妮這種 如果用這種小的氣化爐或是酒精燈 或者是大的卡式爐都可以用的 所以建議呢這種底座 稍微寬一點點的齁 你就可以 在各種器材上面都可以兼用 這是 手衝壺的選擇方面 然後第二部分是關於濾杯齁 其實如果濾杯你家裡有什麼濾杯就帶什麼濾杯沒有關係 那如果你 覺得怕重或是怕摔的話呢 當然 像哈利有的塑膠濾杯 或是冰桶這種塑膠濾杯 其實 他的便利性就很高 那不鏽鋼濾網 我是沒有非常建議大家用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我去露營帶不鏽鋼濾網好不好 我不建議大家用的原因是不是 其實不鏽鋼濾網他需要比較多的水 去做清洗 不然他如果卡到味道的話呢 或是 你的粉要刮除的時候呢 會比較不方便 所以還不如用 一般的濾杯 然後搭配 濾紙 你的清潔上面會比較方便一點 或是你要連續出杯的時候 不用一直去洗 這點會建議大家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 如果大家不想帶電子秤 覺得電子秤太重的話呢 可以建議 下壺跟 湯匙的組合 像我在家裡的時候 可以先秤一下你的豆池 像這個豆池是12克 所以一池下去 大概 到平的情況之下 就是12克 那兩池就是24克 OK 那這個下壺呢 我量過了 到這個白點點 大概是300cc 然後呢 我如果用24克的話呢 就沖到比百點點 再多個 一根手指頭 大概這麼多 就是這個壺的 8分滿到9分滿 隨分比就是我平常喜歡的 1比15 所以這樣子的沖煮方式 就不用帶電子秤 而且呢 你也不用 涼得很辛苦 那你就可以瀟灑的沖咖啡 那 如果你要用你 一般的 咖啡杯的話 也是可以 為了方便 你可能用 鋼杯 或是用 一般的杯子 也可以 就在家裡先測一下 這樣子呢 基本上準度就很準 就不用 為了說 粉水筆不太對 而煩惱 所以呢我們今天 的目標就是 兩湯匙 然後呢 水大概到 白點點的上面一點點 這樣就完成 1比15的粉水筆 然後最後呢 再講一下 磨豆機 學長還是非常非常建議啦 如果你到露營了 你還是要買一台 手磨 或者是 方便的磨豆機 盡量不要用磨好的 因為其實磨好的咖啡豆呢 就 他在露營區上面使用的 一方面山上比較潮濕 你的咖啡豆很容易受潮 一下子香味就會飄掉 二方面呢 充足起來的 手感 或是 風味上面還是差蠻多的 所以建議大家 如果 不想投資太貴的話 這種 入門的手磨 1000多塊 就有手磨 但是對你的 整體品質來說 會好很多 而且他也不會很貴 然後呢 如果 你懶惰不想要磨 然後你的 你的車子會在你的 營區附近的話 你可以考慮用這個 用 純仙 OK 因為純仙這種磨豆機 他有附一個車充 他可以在車上就把豆子磨好 那就是可以再讓你更懶惰一點 這兩個都很棒 OK 好 那 設備的部分呢 建議到這邊為止 那接下來會跟大家講 如何在營區裡面用 一種手法 就可以讓你的 充足 非常的順利 而且好喝 而且這種手法 不挑濾杯 只要是 咖啡濾杯 你都可以充得很好 而且手法非常非常簡單 不會失誤 那這個手法呢 是比較類似一刀流的手法 但是要特別注意 這個手法跟你的研磨度 會沉症相關 所以我們待會沖煮的過程之中呢 我們會一直不斷注水 然後一直不斷的挑戰 我的濾杯的 極限 高水位 那我們就一直讓他呈現高水位 那如果你是用流速比較慢的 濾杯 一樣讓他在高水位的時候 讓他萃取 但是你的研磨度就要調比較 再粗一點點 所以一直給水的情況之下 你要維持一個什麼樣的狀態呢 就是一直給水 但是他就是不會滿出來 這就是我們的唯一目標 如果是流速慢的 他是流的慢嘛 所以你研磨度要調粗 他才不會滿出來 那如果你是比較快的濾杯 一樣用同樣的概念 持續給水 他不能滿出來 然後持續這樣萃取的情況之下呢 就是可以完成 簡單但是 每個濾杯都可以符合的概念 那我們先來磨豆 OK 然後呢 我剛剛跟大家講了嗎 我們今天用 兩湯匙來磨豆 然後今天我用的磨 的磨豆機是粒子C 那我用兩湯匙的情況之下呢 我用磨18 比我平常用的 20 23 要細一點點 那我們用 大概兩湯匙是24克 OK 那我們就開始研磨了 好 一匙大概是這樣 一瓶匙 不要超出來太多 如果超出來太多的話 你就不準 然後就大概這樣子12克 好 兩個瓶匙 24克 那水溫的部分呢 我們就直接 滾水就好 煮到滾水 所以就等到你的 手沖壺裡面的水完全沸騰的時候呢 不用等待 好磨完以後就可以直接給水 OK好 我完了 那我們現在的水呢也是滾滾水狀態了 OK已經看到冒煙了嘛 就是滾水 不用等待 因為我們今天的手法會比較快 所以目標就是要讓我水位的淹到 濾杯的極限值 所以就一直給就對了 給到他 他留到完 然後呢 目標就是這條線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就到這條線的上面一點點 所以等到你的水已經到了 掉的水位的時候就把濾杯拿掉 後半部就不用不用萃取 這樣就可以確保你的萃取的粉水筆是比較接近的 OK 好那我們就開始沖煮了 所以水不用太小豪邁但是呢 有技巧的好喝 OK 也不是亂沖但是呢 不用像平常在家裡沖煮這麼的仔細 OK好這邊開始了 水呢中水就可以了 好在正中間給下去以後呢 大約是一個 指甲片大小 的大小 持續的給 然後滾水呢你的香氣很快就會湧現 然後呢你就不用緊張就持續的給 然後你會發覺你的水位呢會持續的一直往上漲 然後做到接近滿水位的位置 好 然後呢持續給 你會發覺說你即使水位變得很高的情況之下你一直給一直給他也不會淹水 那就代表說你的研磨度是正確的 如果你一直給呢 他很快就淹起來的話呢 你下一把開始就要稍微磨粗一點點 代表說你的 你的水位你的研磨度太細了 大家可以看到 我雖然持續一直給但是呢他就是維持在高水位就是不會 不會淹水也不會溢出來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值 然後呢好差不多給到差不多的時候呢可以看到我下 下壺的水位的已經差不多了 這個時候呢就等到 白點點的上面一點點的時候呢 濾杯裡面還有水沒有關係把它 移到 旁邊的容器裡面OK 差不多多的水呢我就不要了 然後這樣的粉水比呢就是 24克 大約360左右的水量 就是大概1比15左右的水量 這樣子的粉水比又是正確的 然後這個手法本身呢很簡單 但是他的風味本身呢是可以 讓咖啡非常的完整 讓你成為露營區裡面 簡單 帥氣但是最好喝的一杯咖啡 OK那我們來試喝一下吧 好稍微攪拌一下 非常好喝 滑順然後呢香氣很足量 這個手法呢在香氣的表現上會非常的足量 因為他的流速非常的快速 那你也不太需要用 太多的器材 你可以 使用簡單的器材 那只要你事前先做點功課 就是在露營之前在家裡面你有電子秤 你可以先做點功課 然後呢就可以利用滾水 不用控水溫 然後也不用電子秤 但是你仍然可以做到最好的 溫度控制 因為是滾水嘛 然後也可以做到很好的粉水比控制 然後呢只要一個重點就是 稍微對你的磨豆機用點心 如果你的濾杯 你在給水的情況下發覺 很快就會淹水 稍微調粗一點 那如果你在給水過程中發覺說 不太會淹水 一下子粉塵水面一直淹不高 一直都是滴滴的水位的話 把淹沒度調細一點 只要根據這個原則來做的話 你這一杯在露營區做的咖啡 一定是好喝的 那我們今天在營區裡面沖咖啡的示範就到這邊為止後 那我們之後還有 在露營區裡面如何做拿鐵 以及在露營區裡面呢 如果我什麼設備都沒有 我沒有辦法帶太多設備 或是我去登山的時候 我的包包的空間非常非常有限的情況之下 我該怎麼樣 一樣可以做出很高水準的咖啡 OK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到時結束囉 我們下次見拜拜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